那么您好,感谢您选择Medicif,这里是Medicif的记录支持 本期视频教您如何去看总报表 那总的报表的话,它的功能的话是可以查询店里的营业数据 也可以查询员工的营业数据,也可以查询四季的送餐订单的一个数据 还有查询店里面总的一些小费啊,金额,税 还有现金,现用卡的一些营收情况 正常回到软件里,然后这边的话在半员这边点开啊,有个报表 点进来之后输入有相应权限的密码,正常我们可以输入BOSS密码 进来之后的话点击这个总报表 然后右上角有个打印预览的一个标志,点击它之后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时间来查询 比如说我这边选择打印我要看一整个月的 就是上面可以选择一个时间啊,从一月份啊,从二月一号到下个月的一号 因为后面有时间到十二点,凌晨到十二点,所以三月一号还没有开始 就是一整个月的一个数据,然后点击查询报表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看到这一整个月的一个营业情况 然后底下的这个订单类型呢,我们可以选择只看糖吃的啊,或者是只看某几个订单类型的 或者只看外送的,都可以去针对性的去查询啊,还有一个 这个时间段,比如说想看一下浪子的时间,如果有浪子时间的话 我想看一下每天的浪子时间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营业情况 或者晚餐的时间可以分时段来看 如果还有区域的话,我想看了一下,边可以去选择就是不同的区域 选择不同的区域去针对性的查询啊,然后底下的话也可以选择看某个起拍 比如说我想看Mac,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正常的看全部 这边看Mac的一个数据,这边点一下显示报表,它会显示这个员工啊,他的一个所有的一个情况 然后底下的话,这边也可以选择看某个司机的一个订单 啊,都可以看一下 那他会显两个司机的啊,所有的订单这边都会有显示 啊,也可以,这边的话也可以在显示,比如说包含所有的订单详情 啊,根据不同的或者销售明细 然后查询报表,底下的话它就会有对应的不同的所有的订单啊 然后这块的话,呃,信息会比较多啊,就可以看所有的 啊,他的信息的话显示很很多,正常如果我们这边下拉,那拉不到底的话可以往右拉一点啊,咱里面有很多的信息可以去查询 啊,然后这边的话它有个销售总额啊,就是你的所有菜的一个进,进的收的,就菜的一个进的额度啊,然后包括税前营额,还有正常的税额 啊,然后这边的话也会有个小费合计啊,就是所有的小费是多少钱,然后具体的话是怎么付款的 啊,然后总的单数啊,然后这边的话也有付款名细是包含着现金的收入一共是多少钱啊,信用卡一共多少钱啊,这些的话它说会包含你的所有的小费还有税都会在里面啊,底下的话也能看到所有的订单细分,类型细分 是糖吃的一共多少单多少钱啊,等取的话一共多少单多少钱啊,因为我这边的话没有刷卡机,最底下的话也会显示,比如说你店里有三台刷卡机,每一台刷卡机的话 在你所选取的时间内,它的就是刷的卡的这个比数是多少啊,钱数是多少,这边都可以查询,等等 当然的话,如果我们需要打印出来,也可以直接点打印,打印报表 然后如果说,我们在的是另外一台,呃,电脑里边,我们想要选一个打印机来打印,也可以去选择啊,也可以直接点打印,会从默认的打印机出,啊,出那个,这个单子,出来单子,也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啊,如果需要导出来,也可以把它导出,点击导出也可以,然后选择相应的格式来导出都可以 对,那以上的话就是,呃,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观看,再见